作词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等着迷霧散去 将繁星撞进眼睛 愁与夜疲惫的心 等你回忆 灵蒂羊 自由的风 凝望你 抱着我 灵蒂羊 你的模样 倔强地 往前闯 海平线 朴世终颜 浪潮着你 我 相拥 优优独播剧场 喂 姐 灵蒂啊 过来怎么样 醒了吗 还会没不醒 你也别太着急 嗯 要不然我找个人 换你回来休息 不用 姐 我人要在这里 我心里还能踏实点 你跟她家里人说了吗 没有 姐 姐 你别忘了 那个 小可拉她每天晚上睡觉前 要喝一杯牛奶 还有 那衣内裤也有关系 就得来柜子里面 有一个专门放她 那衣内裤的那个盒子 脏的你到时候就放 那洗衣篮里面回去洗 小可拉的事 你就不用操心了 明天上午九点 小可拉有一个小提琴客 到时候地址我发给你 好嘞 姐 那我挂电话了 盈盈啊 我电话一直开机 有事给我打过来 嗯 可拉 牛奶喝完了没有啊 喝完了 喝完了把杯子 放到厨房去 啊 然后自己呢 躺到床上 麻烦马上就好了 哈 好 小姨怎么还不回来呢 哦 咱今天不回来了 她去哪里了 小姨的朋友生病了 在住院 小姨 小姨 要照顾她 担心小姨啊 妈妈也一样 等小姨朋友病好了 小姨就回来了 妈妈今天陪你睡怎么样 真的吗 当然了 来 楼上 睡觉啊 来 楼上 睡觉啊 睡觉啊 一会儿上完课想去哪玩啊 嗯 慢想好 那你想想想 想好的告诉妈妈 好吧 好 走 上车 往后面去 慢点啊 夏总 男的 你这么巧啊 来 小朋友坐坐坐 男的 谢谢阿姨 可惜 这是你儿子吗 嗯 叫依诺 我去送她上兴趣课 我之前见过她 但是上次是另外一个女孩是带她的 对不对 那是她小姨 平时上学啊去补习班啊 都是她小姨带她 今天刚好我休息 我当一天全职妈妈 董大 我平时呢也是工作忙 顾不上她 平时都是她爷爷和外公 送她上课 这不是周六祕吗 我就来送她 公务员不都定点上下班吗 有那么忙吗 我们那个下居你也知道 钱太多 我都没去你那里走访 你现在怎么样 挺好的 今天休息咱不聊工作了 好吧 好 你去学什么 小街亭 你去学拉琴 完了 做过赞了 一诺 待会提醒妈妈 下一站咱们下车啊 妈妈 我想去游乐场 我还想睡大觉呢 妈妈 我今天又不想学琴了 那你想干什么呀 去游乐场 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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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她去过吗 去过 很早之前的 我都没带她去过 妈妈去吗 去吗 去吗 阿姨 去吗 来 要不 去吗 咱们去一趟 去呀 好吧 去就去 去 去游乐场了 坐好 待会给你们转出去 烫了 你跟我说 走啊 来 我来为你接电话 麻烦你了 没事的 吃得不错呀 喂 姐 我过来醒了 情况比昨天好多了 现在能吃流食了 李工长她现在在这儿呢 你放心吧 小可拉今天上午去学小提琴跟吗 嗯 是 我准备带她去来着 后来 就 我 我就没去 带她来游乐场了 姐 不应该让小可拉讨课 她现在对小提琴有抵触 你就让她不认真学了 不想学就不学呗 干吗非要逼她学呢 姐 咱不能让小可拉做事情 有半途而废的想法 你说这个倒是对的 嗯 行 反正就这一回 我保证下部为例 好吧 行 我先挂了啊 孩子爸爸 小姨 埋怨我带孩子逃课 夏总 你玩过吗 没有啊 你玩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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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玩过吗 你玩过吗 你呢 你玩过吗 你玩过吗 你们玩过吗 来 跟妈妈招个手 招个手 不要跑 远远一点 好厉害 快一点 快点 滤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觉今天过得好奢侈 小卡拉长这么大 我很少有时间陪她 更少看见她能玩得这么开心 不然让我有一种负罪感 真的是 每天都这么忙碌的工作 都忘了日子该怎么过了 其实有一点我也想不明白 你说我们做企业 忙是为了让自己的企业更好 你跟崔江北是为什么呢 动力在哪儿 我刚断好的还没盛出来 您怎么又开火了呀 不是刚放上吗 爸 你脑子越来越糊涂了 行了行了 你出去吧 出去吧 阿建 洗手吃饭了 我洗过了 妈妈 洗过了 我不相信 洗过了 你闻闻 洗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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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一家人 好久没坐下来吃饭了 好了 哥了 今天一块儿喝点 来 来 好 姐 来 酒喝一杯就够了啊 汤要喝三碗 我给你盛汤 对 我喝酒你喝汤 为什么 今后我没酒喝 你没汤 来 喝汤 爸 妈 对不起 我 打仗哪有不撤退的呀 当年红军不是从井冈山撤退到延安吗 要不然怎么会有南尼湾这么好听的歌呢 撤退就是为了胜利 我跟你说啊 妈妈上海那些小姐妹知道妈妈要回上海 不要太高兴啊 妈妈上海的舞蹈团因为妈妈不在 都解散三年了 你看多可惜呀 几家欢喜几家愁 好不容易安静的小区 绕民团又回了 什么绕民团啊 是 你那帮狐朋狗友啊 整天就跟苍蝇一样的围着我们舞蹈团转 怎么了 难了呀 什么拿来呀 私房钱 我哪有什么私房钱哪 阿静 这个是你爸投存的私房钱 现在给你拿着 密码我不告诉你啊 什么时候你急需要用了给我打电话 我再告诉你密码 我不要 妈妈 真的不要 你干吗不要 你给你 你就拿着 你 我还有个菜啊 我不要吧 真的不要 你没明白 你妈藏着个心眼 你看啊 为什么卡在你手上 密码在她手上 只要你一问她密码 她就知道你走投呼呼路了 你把她说好 密码 是你妈妈出生的那天 加上我出生的那天 再加上你 我这只能给你 我立马逛 她被人 Stretching 他釋你了 整体門不跟上我 都 stickers 都不毛了 你给你 看看你 我什么叫你 这是北京 接着 你 我没看到你 你这些东西 是不是 我 你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走两步吗 能走 只不过我视觉模块没写完 暂时走不了 太了不起了 你看 五脏六腑都全了 比你爸做的那好多了 废话 不比五脏好 还造的干吗 那现在这个是一种 辛苦辛苦 这造的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接待员机器人而且有导航功能 它最后的成品大概是这个样子 看看 看看 很漂亮 路长阿姨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我们今天要回上海了 所以过来看看你们 怎么突然要回上海呢 为了你们更好地造好他们呀 我们在这只会给你们添乱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走 走 走 你妈忙 你妈忙 那走了 你妈忙 你妈忙 慢点 再见 好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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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送了 不送了 好 再见 时间过得真快 一眨眼 我都老了三岁 妈 您给我三年的时间 我会再把你们给结婚了 三年 好 我没关系 我都老了 他们一定会还没办法 你去吧 我老了 那边 那边 我会把你的 Rede 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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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我喝一杯 你把方卖了 只管花钱 其他的事情不用管 我问你是不是把房卖了 我都跟你说了一百多遍 你不用管这些事情 钱的事情我来 我来 对了 对不起啊 干吗 我下午的时候就 把一些账给还了 然后 剩下的钱够我们 开模 买配件 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 只要我们能挺过这一关 我们还能剩很多 好吃 来 来 跟我终于一样 一无所有 我们现在的一无所有 是为了将来的无所不用 我向柯传伟申请了扶持资金 真的 柯传伟平台的公式上有我们七十联盟的名字 太好了 你都没告诉我 可是我对获得扶持不报喜了 为什么 这是好事 翠哥帮他 多少钱 很少 不多一百万 很多了 天哪 一百万 翠哥得多难 对于我们来讲也非常的重要 每一分钱都很重要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干吗 来吧 干活了 我们企业合情合理的 什么说滑酒就滑走 总得有个说法是不是 我们企业又没干什么灰心事 但是 我们俊缺这个资金啊 说断就断 怎么搞啊 总得有个说法是不是 小亮 小亮 是是是 你啊 先喝杯水 消消火 啥情况 咱们本轮资金扶持的五家企业 已经在网上公示了 但是之前 排分载第五的那家企业过来问 为什么被挤掉 我决定了 我来处理啊 是是是 你先喝杯水 消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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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着急了 小薰 来 我来 好嘞 谢谢啊 你好 我是崔江北 你是陈东 我去过你们公司 黎明之眼是吧 是 崔叔 你也去教育过我们公司 嗯 我们公司已经在这批复制名单里面了 为什么会被骑士联盟取代 因为骑士联盟现在比你们更需要 马上获得支持 那么你们不是被取消了 你们只是被延缓到下一批的复制名单里 可是我们的综合评分 都在骑士联盟的前呢 是 我知道 嗯 其实这个评分标准它是死的 它只能从 几个很有限的方面去衡量一家企业 就打个比方说 你是一名医生 你的面前现在同时有几个需要你救治的病人 那么你会不会 从轻重缓急的角度出发呢 那么同样我们对于这个标准也是有这个裁量权的 医生就没有有私心的时候吗 那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秦叔 有时候窗户纸不要被涂抹到 那你就讲错了啊 我这个人喜欢常常量量的 如果有窗户纸那必须要涂抹 我想和高主任谈谈 好啊 可以啊 但是高主任出去开会了 后天才能回来 这样吧 我这里啊有一份报告要向高主任回报 是关于骑士联盟的 我不介意先向你汇报 不用 不用 解释权在你手里 你想怎么解释 你锁得锁 如果你觉得就是有这层窗户纸 可以 我现在带你去捅破这层窗户纸 翠尔来了 两位老总不在 开模式 没事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黎明之眼的陈总 做AR产品的 我想带他参观一下这个 方便吧 行 大人不能拍照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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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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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他叫方远舟 是方总他爸做的习习看 方总说是他同父一母的弟弟 你有意思 你看见没有 就是这样的一群疯子 砸锅卖铁的 在干那些美国 日本他们大财团干的事 半年没发工资了吧 看见没有 还乐得出来呢 机器人我也想过 但是一直没敢做 我想知道他们动力是什么 人形机器人技术 不能落后于西方 这就是他们的动力 你看像你做AR产品的 现在正是热门 拿投资不难 我可以介绍几家基金 让你好好跟他们聊一聊 这是做的什么 这是客户定制的 接待员机器人 方便透露一下 为你在公司做的吗 我听说野望的老板 选走客户支付的 研发费用后 就失踪了 还得另一家机器人公司 给他背锅 这里里外外 随时上千万 和你们有关吧 我不知道啊 可爱 走 走吧 老婆 我今天想带你去露露那儿看一眼 家里还等着咱们吃饭呢 露露可能被人坑了 还是坑得挺惨 怎么样 好好 走吧 走吧 好好 王媛媛 王媛媛 来一下 来了 邝总 叫我 什么问题 她为什么还会这样 我知道什么问题 一直没时间弄 知道什么问题 为什么不弄 你不是让大家一起集中力量弄那个吗 集中力量不是全部力量 视觉模块现在是最好的 陀罗毅是最好的 我们有什么理由 让哪吒停滞在这儿 不是 你跟我发什么活儿 我也想弄哪吒呀 不是 大家弄那个 被骗了 半年拿不着工资不说 你现在跟我急什么呀 要不然你让我回来弄哪吒 我也不想弄那个 嘘嘘嘘嘘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我错了 抱歉 抱歉 去吧 对不起 师哥 嫂子 好 袁健 师哥和嫂子来了 崔哥 欢迎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爱人 蒋楠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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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远健 他在彭海街道祈福办公 你好 经常听江北说几名号 他老帮我 我今天来找过你们 可惜你们不在 我是想跟你们说 你们申请的扶持资金 已经通过审核了 正在走流程 但是这笔钱 就像我跟露露说过的 对你们来说 真是杯水贼心 雪中送他 谢谢 我不想知道 你们是不是替野望科技背了债 要不是下午那人来说 我还真不知道咱们歧视联盟 在眼前欠这么多钱 他总是报喜不报忧 让咱们一路高歌 描绘的前景一片光明 你早有预感 要不是没钱了 也不会这么久不发工资啊 凭什么他们的债务 让你们烂还呢 当时露露给我看过这个合同 我是不跟你说有问题 果然被人算计了 我其实是我的问题 我要不是我给弄的财务危机了 他就不会去做这些东西 就当吃一线长一致了 难免 但现在坏事变好事了 甲方已经承诺我们 说如果能够如期交付 合同继续 顺带跟我们追加了一百个 什么概念 追加了一百个 就说明我们可以挽回我们的损失 还有一定的利润 好事 那我说了吗 明天是美好 明天是美好 那你们给他们拿服吃 开绿灯 违不违法 不违法 但是 违不违规就不好说了 算是边缘地带吧 那余情余理 我也不能看他们倒在路上 你们这杯水车薪 能让他们不倒在路上吗 那最起码能 给他们一点坚持下去的力量吧 影响到你的前层怎么办 那我就离开可创围 图身江湖里 去冲浪 冲浪 你想过咱们家吗 想过 在体制内 我一眼就能看到咱家的未来 就是那种风平浪静 安安稳稳地寻常人家生活 但是 要是去冲浪的话 那就一切皆有可能了 我想用我们家 风平浪静 安安稳稳 知道 知道 姐 你醒了 怎么这么早就开始收拾啊 今天不用上班吗 我今天请假了 国磊今天出院 我去接他 他的伤彻底好了吗 医生说已经基本痊愈了 让回家休养 脑子可不是别的地儿啊 出院之前 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 我知道了 姐 你放心吧 还好没有大事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你了 姐 你想多了 那 那周 我给你热一下 不用 他出院之后 你让他来家里休养吧 不合适 姐 哪儿不合适啊 郭磊是我男朋友 他又是厂子里的员工 要是让别人看到了 我觉得影响不好 你管他们呢 你不是说我是你亲姐吗 考拉上学以后 这家里也冷清了不少 你让他来 然后给咱们添点人气 咱们也热闹热闹 就这么定了 谢谢姐 谢谢 王教授 李先生 我想给你探讨一个问题 请讲 为什么说氢燃料电池是智商税呢 魏先生这个说法呢 不是我个人的想法 你也这么认为 对吗 不讨论 为什么不讨论 王教授 你听王说 我认为 我认为氢燃料电池不仅不是智商税 放弃氢燃料电池的研发 将来一定要叫智商税 是吗 不讨论 为什么 王教授 你这可不是科学的态度啊 魏老师 你这儿干什么呢 没什么 关于 真理的探讨 我打赌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夏总 叶欣 刚接到通知 石天佛明天做国家鉴定 咱俩今天得飞趟北京 好 来 咖啡 来 谢谢 没休息好 自从决定去做国家鉴定之后 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你太焦虑了 上着飞机好好睡一觉 没办法呀 我觉得我们就像赶考的学生 十年寒窗 就差这一哆嗦 你说我们会通过 国家鉴定的对吧 我们的各项数据都很优秀 无非就是给专家再打一遍卷子 你倒是挺从容淡定的 有没有想过 黑压器成功之后你要做什么呀 没想那么多 有时候 看你在实验室里头 不分日夜地在那儿工作 我就觉得挺对不起你 这么多年把你关在实验室里 都没有好好享受和生存 等这个项目告一段落了 多拿点时间出来 去享受生活吧 来 9206 最寒冠 现在开始登机 我们该登机了 走 来 来 由3号的机口上飞机 啊 你在做什么 啊 。 喝 你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参数非常优秀 甚至可以说可能会创建新的国家标准 很多参数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 致敬 向你们致敬 谢谢 谢谢您的鼓励 来来来 坐坐坐 还有啊 技术鉴定书 很快会送到你们手上 同时我们还会向国家电网 大理推荐你们的技术 太好了 这对我们市场推广很有帮助 感谢啊 你们的新材料是原创吗 当然 是聂心博士带着他的团队 研发了七年才成功的 是丛林开始的吗 是啊 您为什么这么问 有一家公司也采用了这个技术 并且啊 比你们早半年通过的检验 虽然他们的各项参数已经达到了国家标准 但是跟您的相比啊 逊色很多 您的分子是更出色 这不可能 我们的新戒指一出来 就已经申请了国家鉴定的 是 我听说他们采用的是个人转让的专利技术 好像产品也已经进入到了市场 这 不应该啊 我 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 您知道这是哪家公司吗 他们的技术鉴定不是我们实验室做的 所以这家公司的背景资料 我们都不清楚 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有人在我们之前做了这项研究 你也不用太沮丧 专家对我们的产品还是给予了高度认可的 这也挺让人振奋的呀 小总 叶博士 我们刚才在国家知识产生局网站上进行了专利检索 发现了一款类似的专利 专利人由北方变压器研究所背景 北方变压器研究所 是的 难道跟魏先生有关 小总 您回来了 吴董到了吗 到了 老吴 生产厂商查到了吗 查到了 他们挺厉害的 是新的 才成立了一年半 专利持有人是股东之一 这个人呢 在变压器市场里面很有权威 现在呢 他们的十千伏FC绝缘冷却液变压器 已经投入了市场 还跟好几家公司签了合同 那就是说 他们这家公司已经在市场上面 占了先机 七年磨一剑 无处是锋芒 我们的参数明显优于对方 市场也是可以竞争的 不要灰心 不要太乐观 他们在市场里面 还是有影响力的 我在想 他这个专利持有人 跟我们的魏先生 是同一个单位的 这是不是有蹊跷 我们的道路 如江河洲也不息 我浪翻开往事的记忆 所有青春激情 会成庄严的典礼 置尽那永存的奇迹 我们的道路 如是辗转动不息 就像弹奏冬听的乐曲 所有悲伤欢喜 会成暴风骤雨 当地出轨离的天雨 我们的道路 一条先行着的路 那一路上卷刻着 有时的足迹 我们的道路 一条光明的道路 让世界共享尽兴 让爱通向每一个心灵 我们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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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光明的道路 那一路上卷刻着 勇士的足迹 我们的道路 一条光明的道路 一条光明的道路 让世界共享清醒 让爱通向每一个心灵 我们的道路 那一条光明的道路 我们的道路 和观众